如果我要没猜错的话 今天是星期二了吧 也不用猜了 日历上写着明白的 还有一个星期 下个星期二 也就是传说中的25号 伙伴们可知道这是个什么日子 普普通通的25号 但是说出来都不免有一些个兴奋 期盼已久的小年到了 小年虽然没有啥特殊的庆祝方式 也不放假 但是小年到了 年味就重了 街头巷尾 鸡脚嘎啦 到处都是年的味道 想一想都很美好 感受人间烟火 还得是拌点年货 大伙的年货都背到哪一步了 有的大爷都各家都列好单子了 就等着推着小车到大吉上上货去 放心 我不是来扫兴的 年货必须得办 但是咱得办得安全 介于年关将至 这半年货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辽宁省疾控发布了一份重要的健康提醒 我这是简单的捋了一下子 我这么一看 基本上是给商超市场提出的一些宝贵意见 比方说 第一个 进入到商场 超市 农贸市场 要进行体温检测 并且核验健康码 这个也不光是现在 之前也一直都这么干的 工作人员 扫码 测温 我们作为顾客能做的只有配合 第二个 勤登记 无疏漏 一旦发现体温或者说健康码 存在异常的人 要及时地进行健康登记 按照规定 留置并且上报 第三个 一米线免聚集 收银台前做好设置一米线的线 顾客排队付款的时候 尽量要保持安全防护距离 另外还要设置最大顾客接待量 就是你一天能接纳多少人 避免造成人员聚集 给它分散开了 第四一个 要定时地清洁消毒 有条件的商超要在出入口和公共卫生间 等等这些个位置 配备免洗的洗手液 还有素干手的这种消毒剂等等 要有这些消毒物品 工作人员和顾客都需要全程的佩戴口罩 注意个人卫生 及时地进行手的卫生清洁 最后一条 你出门采买的各位伙伴们 尽量去选择自住购物 或者是那种非接触扫码付费 尽可能减少排队的时间 刚才说的这些个都是亲力亲为 出去办年货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还有一部分年货 现在不都行线上购买吗 线上买的怎么办呢 既然说到这儿了 咱就得再多说一嘴 不管你是在线上买的熟食礼盒 还是海鲜大礼包 都要尽量的避免通过代购 海淘这些途径 去买那些个不明来源的食品 尽量避免 网购的话呢 网页上也都写着了 哪哪哪进的货 检验检疫的证明 都要仔细查看 其次呢就是收快递的时候 尽量的建议大伙不接触 你看风潮 这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 那你取快递的时候 也要戴好口罩 最好呢还能戴上一次性的手套 避免用手去直接接触 这个快递的外包装 取完了快递 可以把外包装这个袋 直接扔进垃圾箱 拿进家门 以前呢可以在通风的地方 喷洒75%浓度的医用酒精 进行消毒 可被觉得麻烦啊 有句话怎么说来的 叫小心使得万年船啊 要是有要去世外 大吉的 有那个世外的农村大吉啊 有这些伙伴 即便是世外 咱也千万别大意了 这个大吉人多热闹 但你口罩更得戴好了 而且伙伴们可以尽量的呢 错峰出行 如果说在大吉上碰到熟人了 也别给他不管不顾的啊 口罩一戴 坦诚相见 落没没了的 拖不清烂匪 是吧 这个咱就不说一不一情啊 就现在这个天 戴口罩多少还能恼乎点 是不是啊 咱也来你这说话 你不动牙吗 总之啊 现在全国的情况 伙伴们心里头也都有数 咱们就尽可能的小心点吧 是吧 出门戴好口罩 进到公共场所的时候呢 一定要配合人家做这个 公共场所的这种防疫的要求 该扫码扫码 该测温测温 对自己也算负责 对他人也负责 是吧 伙伴们今年都打算 怎么去办这个年货啊 线上购物啊 还是商超扫货啊 现在办到哪一步了 还差啥了啊 微信平台赶快都来唠一唠啊